旅游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小村庄里热闹非凡 走了 我抓鱼去了 一往下就捞到了三条 乡村的巨变 让百姓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这几年我们农村居民的收入 达到了三万两千多 农民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也是大家所向往的 一个贫困村的转变 让所有人收获满满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走进春天里寻访新变化 话说获得感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张璐欣 今天我们将走进的是 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县 北汤村地处长兴县的临城镇 每年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吸引他们来到这里 就是这些盛放的月季花 就是听说这边风景比较好 然后花都开了 我们说今天天气也好 带着宝宝来玩玩 今天我们过来玩 也拍了很多照片 非常漂亮 七彩生态园 种植月季八十多亩 每个品种争齐豆艳 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 这里绝对是一个好去处 可以说在长兴县 这里还是很有特色的地方 很多公园 很多周边那些地方 玩的地方可能也有花 但是像我们这边面积那么大 而且数量那么多 那么集中的 还是比较少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你比方拿月季来说 我们种的月季 整个这个月季院里面 我种的将近有二十多万株 然后你像樱花的话 要一万五千株 就在这个面积里面 所以它到开花的时候 到散花的最佳世界的时候 肯定整个场面是比较壮观的 虽然夏季欣赏的是月季 不过在其他季节 这里也有各种鲜花盛放 可以说是美景不断 在这月季花开之前有樱花 月季花之后是荷花 荷花完了以后 到这个时间当刚好 菊花也开始上来了 现在目前正在开始的 就是灯光节跟月季展 那你们这个时间相当于 跨了三个季都可以来这吧 对对对 春有樱花 夏有河 秋有菊花 冬有梅 北汤村凭借梅景 已经在长兴县小有名气 最重要的是 这里不光是赏花这么简单 小朋友们来到这里 有更多的体验活动可以参与 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种花花好不好 好 北汤村的苗圃里不仅能赏花 还特地为孩子们 开辟了一片种植体验区 教会他们如何种好一盆多肉植物 下面的那个营养杯除掉 营养杯除掉 直接拽出来吗 对对 直接拿下来 然后放到花盆里面去 下面适当地放一点点土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这样就可以了 适当地浇一点点水 拿回家浇一点水 就可以养活了 对 跟着小朋友体验了一次 怎么种这个花 这是我的作品 我去看看其他人做怎么样 孩子们在赏花的同时 学习一些种植的知识 还能让家长和小朋友们 共同完成一个作品 这让来到这里的每个人 都特别有成就感 你好 这个是你做的吗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叫多肉 多肉花 你做的好漂亮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们做的多肉花 你今天几岁了 五岁 你是第一次种花吗 是的 好玩吗这个 种了真好看 谢谢 谢谢 带孩子来体验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上 多参与一下 对他的村上也好 好奇的 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活动 最多的话就是出去踏踏青 玩 随便玩玩 今天到这里的呢 能感受这个怎么种多肉 完了之后呢 还拔了这个草 以前他们可能对这个杂草 都没这个概念 然后的话这样的话 可能比较轻易的大自然吧 针对夏季暑期 七彩观光园开办了各种亲子活动 而且这些活动都充满了浓厚的田园气息 到底有些什么呢 像这个季节 比较天气热的话 可以在泥塘里面 去抓着泥丘啊 不是有时候歌都唱抓泥丘的吗 可以抓泥丘 可以抓鱼 都可以的 都可以体验一下 北汤村水域面积1500亩 围绕在村子的周边 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到乡野乐趣 他们特地选了一片树林 把河水引了进来 开发了一个项目 浑水摸鱼 准备去抓鱼了 跟着小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 这个抓鱼的活动 就在这片林子里 这个水已经是比较浅了 下去抓鱼 看看能抓几条 浑水摸鱼 是来到北汤村的游客 最喜爱的体验活动 在一片树林中的水塘里 穿上雨靴 进去抓鱼 在炎热的夏季 绝对是一个清凉避暑的好项目 浑水摸鱼 平的就是眼疾手快 记者尝试了 还是一无所获 抓不着啊 没有鱼了 都跑得好快 这鱼 这有这 这有这有 你手摸 哎呀 跑了 看看跑了 浑水摸鱼虽然有难度 可是周围的游客 却频频传来好消息 看来这里面的抓鱼高手 可是不少 你抓 手抓的 你也太厉害了 我看一下 哇 用手抓的 要这么大的 凭着抓来的鱼 游客可以上岸兑换奖品 工作人员会把鱼 再次放生回去 对于来到这里的小朋友来说 能不能抓到鱼不是最重要的 在暑期 找到一个能让天性得到释放的地方 这才是此行最开心的事情 哇 你抓到了 哇 你太厉害了 加油 加油真棒 拿奖品 拿奖品 您这也抓到鱼了 抓到了 三条都是您自己抓的 太能干了 这也 三条送过来去 哇 抓到了 拿一个了 都抓到了 太棒了 这个项目一看就是很受大家欢迎 你看现场那个热闹程度就知道了 亲近大自然的好机会啊 白天的北汤村热闹非凡 等到夜幕降临 游客的热情依然不减 这个美丽的月季园摇身一变 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我在这里 随着夜幕的降临啊 这里的花灯已经全部都打开了 可以看到啊 色彩缤纷的 非常的好看 白天啊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看月季 晚上呢可以赏花灯 凭借着这种特色啊 这里也吸引了大量的游人前来 我们去看看吧 晚上的七彩生态园 五彩斑斓的LED节能灯 组成的主题灯光秀正在上演 绚丽的灯光和充满童趣的主题 不止刷面常兴人的朋友圈 还吸引了周边上海 无锡 宣承的游客都慕名前来 这是什么 西瓜 西瓜 它是糖果哦 对不对 宝宝平时呢 只能在一些图画 图册上能看到这些图 现在能真实地反映在这种现实生活中 一般小孩子看到了会比较兴奋 他看到这种什么动物啊 他都会自己喊出来 好看 在视觉听觉上都很享受 然后下次还会带孩子过来的 看着现在热闹的场景 您一定想不到 北汤村曾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 我呢是在那个07年的8月份来百汤村任这个村子部书记的 当时我们这个百汤村呢 是我们自家省胡州市一个四级贫困村 20个贫困村之一 百汤村的这个总体这个集体经济收入呢 一年不到三万元 从无道友摆脱贫困 北汤村用了十年的时间 这里的七彩生态园 2018年4月底刚刚开幕 仅五一期间就接待了游客两万人次 以北汤村为代表 利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现在也成为了长兴县的一种模式 现在的农村的旅游 民宿经济 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一种农民的 一种这个现代农民的一种 这个发展经济的一种模式 那么它现在呢 就这种模式呢 现在呢 发展得很快 成为了我们长兴农村发展 农业崭新 农民致富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渠道 所以农民这个行业呢 这个职业呢 也是大家所想望的 现在很多城里人想当农民了 所以说 现在的农村 经费卸逼 非常好 现在的北汤村 从早到晚都充满着活力 即使是离开景区到村子里 随意地走一走 转一转 你会发现四处接风景 可以说北汤村的村民啊 人家每天啊 就是居住在景区当中 而且家家户户都是三层小楼 那还是连排的别墅呢 这让很多来到这里的游客 都很想抛掉城里的生活 安心地在这里做一个农民 那么2018年这里又有着 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2018年呢 我们从年初一直到年尾 总共办了四次花展 跟两次这个配套的一些活动 四次花展呢 是月季花展 樱花展 荷花展 跟秋季的一次巨花展 从5月份到10月份呢 我们办了一次灯光秀 然后6月份夏天的时候呢 办了一次水上娱乐的泡沫秀 我们2018年增加了两个 一个是呐喊喷�泉 一个是摇摆桥 特别是这个摇摆桥呢 吸引了周边很多的 这个年轻人过来玩 这个摇摆桥这个项目呢 也成为了我们景区 2018年最大的一个亮点 2018年我们整体的旅游收入 达到了近600万元 实现了利润是200万元 以2017年同期相比呢 这个旅游收入增长了50% 利润呢增长了60% 所以2018年的整体来看 都是很不错的 对于北汤村来说 收获财富只是一方面 在2019年 这里获得的各种荣誉 让每一位村民都收获满满 2018年我们获得了 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 浙江省移村万树示范村 等省市县一系列荣誉 同时呢我个人被长兴县评委 乡村振兴突出贡献个人 北汤村通过土地流转 把大片的农业用地和水系集中连片 如此一来村里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土地成片更适合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而集中在一起的1500亩水域 更成为了北汤村的一个特色 我们现在行进的这条河上 就是景区里的一部分 但是据说现在这条河呢 不光是在做旅游的这种观光性质 下面呢还都在养着鱼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金总 这些鱼都是你养的是吧 对 咱们现在这个水面面积有多大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水面面积 基本上大概是68亩左右 唐滩河是北汤村水系中的一部分 仅邻着七彩北汤景区 目前承包给了村民金国海 除了作为景区观赏之外 河里投入了3000斤鱼苗 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川老大每天撒网打鱼 不耽误自己的生意 在游客眼中 这也是一道风景 看刚才大叔这个撒网 特别有技术含量 撒得特别圆 这应该是绝对是个技术活了 有鱼吗这次 这有啊 这有啊 这有四条五条 这什么鱼啊 这挺大的 这一条带有两斤了吧 咱们这现在鱼好打吗 好打 就是下榜就能打得上来是吧 鱼多 现在白莲这价格在什么样 三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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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是什么鱼啊 白鱼 白鱼 太湖白鱼吗 养着的太湖白鱼 不是 生态鱼 生态鱼 自己生态 看了今天这收获 就刚下了几网 现在下面都已经快满了 刚才几网还多了 到那边还有呢 更多 据说在唐滩河中 每年可以打捞十万斤的鱼 品种基本以四大家鱼为主 最关键的是 北汤村提出的生态养殖 让这些鱼在品质上更有优势 和其他专业养殖 具体就在于我们的密度减少 至少专业养殖相比对呢 它的密质至少减少一半 减少一半呢 对对对 河水里面 它的有机质是有限的 你密度从而减少了 它就提高在本身的鱼的品质 那这个鱼的售价 是不是跟这种传统养殖也不一样 跟产生肯定不一样的 现在产生肯定不一样的 现在产生肯定每四斤 像同样的鱼 每四斤我估计相差两块到三块一斤 金国海说 现在的生态鱼 价格平均在一斤七元以上 一年算下来收入三十多万元 不仅如此 配合着北汤村旅游的发展 它承包下来的唐滩河 还有更大的价值 下半年还准备了 不光是捕捞 按照市场去销售 还准备了 我们景区投入了几个钓鱼 钓鱼点用来垂钓 就是说我们现在 下面养的鱼 不光是可以出售到市场 另外还要增加垂钓的项目 那这一年的效益 应该是很高了 对 用来做垂钓的话 这个比市场价钱要翻一翻了 可能够达到 每四斤达到十五元准 自从北汤村的水域流转到一起 承包给了致富大户 经营效益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没有开发这个水系 我们北汤村 这个一亩水系 它这个收入只有几百块钱 现在我们开发好了 一亩这个水系 最高峰的一年 一年一亩能赚到 三万到四万块钱 大片的水系搞生态养鱼 增加收入 那么大片的土地又该做什么呢 2007年 汪海浪就任北汤村党支部书记 在他看来 当时的北汤村虽然贫困 但是这里也有发展的优势 2008年 第一批流转的土地达到了170亩 可是大部分村民都是观望的态度 谁也不敢轻易尝试 这时汪海浪劝说 外出创业的金明虹回到村里 承包下这些土地 那他会做些什么呢 这个苗木经营是一个遭养产业 是目前对这一块的绿化 工程用苗比较多 所以我慢慢地领悟到 这一块有发展的前景 种植苗木 是金明虹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 他离乡创业二十几年 一直从事装修生意 很有经营头脑 这次带着430万元的资金 回乡创业 就是要做出点成绩 当时我就一下来下来决心 我要种一定要种出一个起司来 所以当时就是种了将近一万棵 如果我真的把这个产业做起来了 能带动农户来种植苗木 让他们的经济收入提高 我感觉我自己也是一种功德 金明虹主要种植的是蓝树 现在也是南方比较常见的绿化用树 市场前景很好 一棵树苗成本在500元左右 种植三到四年以后往外销售 价格就已经是好几倍了 当村民看到原来种植苗木这么赚钱 大家终于转变了思想 有些年轻人主动来这里学习技术 自己也承包了一块土地去种植 有些就直接在金明虹的苗圃里打工 收入也是不少 金总 咱们今天这是有多少人在这工作 今天有二十几位 二十几位 我看这年龄层次还挺悬殊的 有年轻的 有年纪大的 对 有大学生 有八十几岁的 八十几岁的 对 历史八十几岁的 这位大爷 一年龄都八十几岁了 八十三 那还能干这些地理的活呀 能干的 辛苦不辛苦 不辛苦 可以的 今天您主要来做什么 做什么工作 面团的敲钩 修墅 修墅 打水 什么都干 是吧 那现在您这一个 今天这一天的活能多少钱呀 一百二三十块钱 一百二三十块钱 那是因为不同工种 它那个价钱也不一样 不一样的 哪个干的比较 挣得比较多 年轻的工资高价 挖树 年轻的可以挖树 挖树 我们养一大人这边身体好 挖树挖不动了 挖树 那您这现在 如果一天是一百多块钱的话 您这个一年的话 收入能到多少呀 一年两万多块钱好够 您一年能赚到两万多块钱吗 两万多块钱好够 还能干得动 现在觉得日子过怎么样 今天日子过得舒服 现在金明洪的苗圃里 每天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一年下来 有上百个岗位提供给村民 特别是到了集中挖树出售的时候 工人收入是很可观的 大哥像你们这一天挖树的话 收入能到多少 像我们这样一般现在 是四百左右吧 四百的 有时候稍微吃点苦五百多块钱 一天啊 一天能挖多少颗 一天像这个 我们这样下来挖一颗 工钱是一百块钱一颗 一百块钱 一棵树就一百块钱 按照那个数量来的 按照数量来的 那一天最终能挖多少颗 基本上四颗到五颗差不多 四颗到五颗 那您这一年的收入不低吧 还可以吧 大概要挖树的话 一年能到多少钱 大概十万左右 十万呢 目前苗木产业 已经是北汤村的 主要产业之一 种植面积约一千亩 除了金明洪以外 村里还有将近 五十几户农户 投入苗木产业 每年产值 大约在三千多万元 土地流转后 集中起来的大片耕地 也吸引来了 外来的投资者 来自上海的陈整明 就来到北汤村 承包一千五百亩土地 开办了花卉公司 这里随处可见的月季花 就是他们的主打产品 因为我是上海月季花学会的会长 我是长期从事月季花 大概有着三十年 那么我现在的品种 大概月季的品种 我现在有将近是一千个品种 陈整明种植的月季 出售到全国各地 每年产值可以达到上千万 目前也是北汤村旅游的一大亮点 花卉产业的引入 不仅给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也让很多人掌握了花卉种植的技能 就是请上海的造工 每个月对我们进行四次培训 就是外地的本地的 都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培训的 怎么种植草花 然后嫁接 菊花的嫁接 然后就是还有那个 就是月季的嫁接 还有一个就是樱花的嫁接 都学 对对对 对你们来讲 应该觉得收获挺大 学新东西 对对对 真的很大收获 李湘娥是最早一批 在花卉公司工作的村民 经过培训 现在他已经熟练掌握了 花卉种植的各种技术 年收入达到十几万元 而像他一样 在花卉公司里工作的村民 还有很多 收入也都非常客观 通过这个企业一来 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这个收入马上提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老百姓 这个土地被我们村里面流展来 对吧 他没事情干了 一些人都闲在家里 都打打小马架 玩玩 通过他一来 把我们村里面这个老百姓 能干活的人都拿出来 干得很有劲 都平均一天要难工 60多岁的都能拿100块钱一天 女工妻子 这样天天有活干 据统计 2017年 花卉公司光是发给村民的工资 就超过400万元 百姓收入大幅增加 现在的北汤村 早就摆脱了贫困的帽子 通过各种产业的带动 目前村集体经济已经超过200万元 目前苗木产业已经成为了北汤村的主要产业之一 种植的总面积约约1000亩 除了金明宏以外 村里还有50多位农户 也投入到了苗木产业当中 每年产值大约在3000多万元 据说在过去的这个2018年 村里的苗木产业有了更大的收获 2018年我们称这个苗木产业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从年来这个传统种植发展到现在这个精品苗木种植 其实呢这个精品苗木种植呢有很大的好处 市场行情好价格高 我所在这个苗木林里面的苗木呢 已经全部被上海人领走了 所以呢这个经济效益非常的好 从2017年苗龙这个收入3万到5万 2018年呢这个苗龙收入呢就达到10万 20万甚至有30万 所以呢这个变化非常的大 利用现代农业和现代旅游业的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北汤村的乡村振兴道路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在2018年长兴县推出各种举措 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现在这里拥有A级景区村庄63个 其中3A级景区村庄12个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114元 我们现在整个产业这一块 一二三产应该说高度的这个融合 那么同时壮大的文章呢 就是要把我们老百姓自负这一块工作 放在首要的位置 所以这几年我们农村居民的这个收入 达到了3万2000多 所以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了1.71比 这个收入差距是非常小的 那么19年的这个工作安排呢 我们仍然把这个乡村振兴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我们还是锁定 这个我们要打造全国乡村振兴 先行四范线建设这个目标 那么重点还是在高质量这个发展上面 从现代农业 从美丽乡村 从改革创新 从这个乡村治理 包括我们农村的商服 五个方面来推进工作 产业的兴旺让百姓生活富足 优美的环境让百姓舒适宜居 长兴县关于乡村振兴推出的一系列举措 让很多村子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相信随着各种项目的不断推进 这里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好了 再一次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张璐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